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杰克约来先聊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第二场的Golden Trail Series 越赛 那他第二场是在Mountain Balance的马拉松举行 这场比赛的距离是42公里,爬升2540公尺 那Mountain Balance本身也有很多组别的比赛 3K,10K,还有Young Race的比赛,他有很多组的比赛 那Golden Trail Series就是挑42K这场比赛来作为他们第二场的比赛 这场比赛参加的基因选手也是常常参加Golden Trail Series的基因选手 那这场比赛也跟第一场的Zegama一样,强度也是非常高也是非常的刺激 这场在法国肖木里举行的42K,他是从肖木里小镇出发 往其中一边的山上跑之后,跑完之后再下山 然后再上另外一边的山脉,再从另外一边的山脉再跑回肖木里 42K的赛道路线可以说是环绕者小木里山谷 路线路况他的可跑性都非常的高,那所以他的强度也是非常的强 这场的比赛选手都可以近期的在上面奔跑 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小木里环巴两风的前哨战 那很多选手在这边比42K 90K之后 通常也会参加后面的UTMB 100K 100Mi 小木里在6月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因为他也不是雪季 所以他先比一个小场的比赛 那在8月的时候会再举行100Mi的环绕三个国家的UTMB 所以法国小木里的小镇可以说都非常的热闹 他的雪季可以举办滑雪的运动,那夏天的时候他也可以举办越野赛的运动 所以他一年四季都有一些活动在法国的霞幕里举行 所以法国的霞幕里可以说是法国的户外活动的天堂 那这也是6月26号举办的Golden Trials Series第二站 哈吉巴勒时间是早上的7点半 也就是台湾时间的下午1点半 主办方会有赖母转播,也有现场成绩的追踪 那这个主办方都有附在他的网页 那我们也会附在以下的资讯栏 去年参加这场比赛的冠军是史迪远 他以3小时18分就完成了比赛 那第二名的Damit他是3小时20分 也是蛮快的速度 第三名的Prezvo他是3小时23分 也是蛮快的就完成了比赛 那第四名是Ramey的 Ramey也是蛮常出现在Golden Trials Series的精英选手 他是3小时27分就完成了赛事 第五名是Fresco他是3小时28分就完成了比赛 第六名是Tibo他是3小时33分完成了赛事 第七名是Machine他是3小时34分 第八名是Charles他也是3小时34分 第九名是Antoni他也是3小时34分 他们三位可以说是同时的到达 只是后面的秒数有点差距而已 第四名是3小时35分的西门 所以前十名几乎在3小时30分之内就完成了比赛 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这个距离是42k爬升也有2540 所以3小时30分之内就可以完成比赛 可见在山上的速度是很快的 因为赛道的距离不长可跑性又高 所以拳手们几乎一开始就开始全力冲刺 这场就是看谁的续航力更强 然后可以维持强度一直跑到最后 那上面说的前面十强 今年大部分也都会再继续参加这场比赛 那这次日本的上田流尾也有参加比赛 那因为赛道的上田流尾也跑得还不错 那这次第二场的MTB马拉松 我们也希望他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上田流尾可以说是我们亚洲区 在短距离上面算是非常厉害的选手 可以跟这些欧洲精英选手一起通台较近 实力也是非常的厉害 那我们就预计上田流尾这次可以夺下更好的成绩 去年的女子第一名是MOD 她是3小时51分完成比赛 第二名是NS 她是4小时完成比赛 第三名是Brandin 她是4小时07分完成赛事 第四名是Daniola 她是4小时13分完成比赛 第五名是Marcela 她是4小时14分完成赛事 第六名是Marene 她是4小时17分完成比赛 第七名是Kathleen 她是4小时19分完成比赛 第八名是Odile 她是4小时19分完成赛事 第九名是Anna Stila 她也是4小时19分完成赛事 第十名是Eliane 她是4小时22分完成比赛 那女子选手大部分也都在4小时半 就跑完42公里的赛事 所以速度也都是非常的快 我看这种Kathleen 我看这种Kathleen 然后旁边两片都是谷冠的山脉 旁边有各个登山口 都可以上去谷冠七雄的山顶 这个地形跟小木里真的是非常的相似 不过台湾谷冠 它的路线会比较复杂一点 它的可跑性没有那么高 谷冠的爬升是蛮高的 所以它的路线可跑性没有很高 比较好跑的就是谷冠的德芙兰古道 其他的路线的话 因为都有不同的难度 所以要跑也不太容易 因为小木里下一次也是小木里小镇出发 然后跑上旁边的山上 再下到小木里的公路 再跑往另一边的山脉 然后再回到小木里 谷冠的比赛也是这样 从山下的柏右路出发 然后上到山顶之后 跑过几座山之后 下山之后再往另外一边的山前进 所以是非常类似的 不过台湾的谷冠它的路线比较复杂 技巧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它的可跑性没有很高 谷冠的路线就是比较考验选手们的技巧 所以要跑完谷冠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小木里因为之前我们去环伯朗峰 所以对那边的地形是蛮熟的 我们参加环伯朗峰的100mi 它的路线可能多少也有重叠到这次的 Golden Trail Series的路线 那它的路线可跑性是很高的 如果是好天气的话 在欧洲可能曝塞的时间会很长 那因为欧洲的路线都是从登山口上去之后 然后会经过树林 树林经过之后就会经过大草原 大草原再上去就会压口 所以你上去大草原之后 几乎是没有遮蔽物 所以在山上如果被曝塞的时候 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那这种情形的话 在好天气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防塞 要多补充水分 那避免中暑 那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大草原的山劲就会充满烂泥巴 在这么快的速度 还有高强度的竞争比赛 你要快速的奔跑 实在是不太容易 这样高强度的比赛 就是要把自己的补给 还有状况都调整好 避免受伤 那才能有机会得到最后的冠军 那在台湾的地形比较不一样 如果是古冠的话 古冠天气热的时候 虽然有树林可以遮蔭 但是山上还是会非常的炎热 而且坡度又抖 所以在山上跑的时候 其实也不太容易 那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在山上走更是要小心 因为古冠的地形比较复杂一点 那清久我们去小牧里的时候 赛前我们也有去旁边的山脉 稍微跑一下 小牧里这边 他的旁边的山脉 都有缆车可以搭 那你要用健行的从山径上去 或者是大缆车上去都可以 那时候我们是大缆车上去 然后在上面的山径走了一小段 那可是天气没有很好 那时候是下雨的天气 所以看到的景色没有那么好 那后来赛前的前天 我们有去旁边城堡 那城堡的景色非常好 到山上你看整个小牧里的风景 非常的漂亮 这个我们去古关到东毛山 或者到布金加山景的时候 看到整个古关的峡谷一样 峡谷的风景都是非常漂亮的 这礼拜六可以说是月大赛的一周 那上次有说过 礼拜六会有西部100的比赛 西部100是100麦 所以它会跑到两天 礼拜六跟礼拜日 比赛的时候都有直播 还有成绩最终可以看 那礼拜日有Golden Trail Series的第二站可以看 第二菜Mountain Ballets 142K9的强度也是非常高 所以这礼拜六日都有非常精彩 刺激的越野大赛可以看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棒 尤其是国外直播的时候 通常大家都会追踪金逸选手 那金选手的速度非常快 国外的山径因为路线都很好 所以他们都会派单车高手 在后面跟着金选手跑 那在比较没有办法去单车的地方 他们会派出空白机 或者是派其他的精英选手 跟着选手们跑 那每个摄影师追踪选手一小段之后 再换另外一个摄影师接力 那就可以把整个赛道全部串起来 国外对这种山径的直播非常的专业 有空白机有单车高手 也有越野高手 在追踪金选手的表现 所以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看到 这种不容易的越野赛直播 是非常的棒 而且这种比赛的金选手 几乎是没有在背背包 他们都是把能量补给包 防在腰带附近 然后就开始奔跑 跑到有水的地方 喝个几杯水 然后在边跑边吃能量胶 就继续前进 所以这就表示 选手们在平常训练的时候 就已经练到 不需要喝太多水 就可以跑很远的距离 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 爬一小段你就要喝很多水的话 表示你的身体训练可能还不够 你身体训练不够的话 你就会非常想要喝水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不常爬山的人 一上山之后 他就会喝了好几罐水 这个就是有训练跟没训练的差别 如果你可以让自己同一个路段 上山顶只需要喝一瓶矿泉水就够的话 表示你身体有经过训练 你身体有补到一些水 你就可以跑很远的距离 不过这仅限于短距离的路程 如果是长距离的越野比赛的话 可能就不适合这样子 长距离我们就是要随时的补充水分 那一般我们长距离的比赛 就是每个小时固定20分钟 就要补一次水 那补一下电解值 因为我们跑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你要不停的补充水分 这个礼拜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刺激 有西部100的大赛 还有Golden Trail系列赛的第二场42K的比赛 这两场我想应该都会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就期待选手们都有很好的表现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捷克月来先聊 记得订阅YouTube 按赞FB粉丝也还有追踪我IG 就这样咯 拜拜